繼續要來看的這個地點是國片塞德克巴萊 在新北市領口所架設的拍攝場景物色街 今天正式開放給民眾參觀 今天多數民眾都是先看過電影之後才來的 其中電影裡面日本人跟塞德克族勇士 決戰的地點攻學校 最讓民眾印象深刻 國片塞德克巴萊位在領口仿造 日治時代物色街的拍片場景開放參觀 在電影中日本人和塞德克族勇士 決戰的地點攻學校 就讓影迷印象深刻 就升旗台吧 然後就會覺得說 可是今天天氣是很清 我記得電影裡面場景也是起大雾的這樣子 可能沒有那一天那麼澎湃 可是就是還是會覺得說 就是那些場景 就是很令人印象深刻 你會馬上看到那個景致 然後就會想到是哪一幕哪一幕這樣 而在物色街中 由汉人經營唯一的雜貨店 京敦商店 裡頭什麼都有賣 各式各樣的舊式商品海報 營造出古早味 而當時物色地區最高的警卷單位 物色分室 裡頭的辦公桌 日本警察所穿的衣服 也都非常講究細緻 而在往上走 就是電影裡頭 日本警察臉柔道的地方 武德店 武德店那邊 就是兩個人在 對電武衣花岡一郎那邊 對 那邊的感覺 還有他那個放那個音響 百萬級音響在那邊 呃 原聲帶嘛 那他這樣一波就 馬上有那種FU出來 武德店是片中最高的地方 從高處往下看 物色街全貌一覽無遺 占地三公頃的物色街 遵循日式工法 全都以木頭製造 花半年才建造而成 總共耗資一億一千萬元 就是感覺好像走到電影場景裡面一樣 場景是很細緻 我覺得滿可惜的 好像這邊以後好像感覺會 越來越多賣東西的地方 我覺得滿可惜的 民眾來參觀塞德克巴萊的拍攝場景 持票可以免費搭乘接駁車 不過也有人擔心 林口物社街如果過度商業化後 恐怕也會失去擁有的純樸 和電影給人的感動 記者林姓郭俊玲 新北市報導 拍攝